那么中国政府今年8月28号调整跨国领养政策,未来除了外国人领养三代以内 堂系同辈雪晶的子女或者是继子女,中国政府就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,中国是从1979年开始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,这个政策产生了大量的女婴和残疾儿童被弃养,中国政府80年代开始 儿童的涉外领养工作,就是开始允许外国人领养中国的儿童 领养中国儿童最多的是谁?是美国人,美国的家庭,美国家庭领养外国儿童的过程并不简单 除了需要等待几年时间以外,领养费往往要几万美金,如果没有耐心,没有爱心,很难想象这么多家庭愿意远渡同洋去海外领养这个孩子 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孤儿来讲,对外国家庭领养是他们最好的出路,终止外国家庭领养中国孤儿直接就切断了这些孤儿这条好出路 显然这个政策没有把孩子的利益放在优先考虑,在全世界儿童福利政策当中 第一要考虑的是什么?儿童的利益 这是一个相近天条的原则,当然这个原则在中国不是优先事项 那么你刚隔了,我就说生了今天了的话,现在是用上去了 好工并没有依人过来的三担心 也 gosta哀疗的话,放开那梦